The sky is the limit 天空将是它的天花吧 今天的亚洲股票市场比较有意思 基本上是围绕着华人圈 最有影响力的三个男人来开展 咱们来看看对股票的表现 用我的技术分析 助理您的投资交易 欢迎观看本期 杭哥新加坡每日股兵讯息 我是杭哥 新加坡汇利证券的股票经纪 第一位男人是马英九先生 今天去中国内地技组 这是海峡两岸自分割以来 第一次台湾卸任首脑访问中国内地 但今天台湾指数跌了0.53% 第二位男人是马云先生 这位就比较有意思 上午传出中国高层邀请他回国 但被他拒绝的消息 然后下午又传出新闻 马云已经在杭州露面 所以整个阿里巴巴的股票 今天像过山车一样 盘中涨幅超过5% 但最后几乎是收平 第三位男人是新加坡 现任李显龙总理 今天是自疫情三年以来 首次访问中国 海峡时报指数比较给力 大涨0.82% 受盘在3239点 从图表上看目前的短期和长期趋势 都依然是上涨 支撑点位可能还在3200到3210点区间 本地三大银行股的股价有所回升 当前的股价对应的预测年化股息率 UOB为4.58% DBS为5.08% OCBC为5.48% 那下个月DBS会在10号XD UOB则是在28号XD 那OCBC则是5月8号XD 所谓XD就是在这之前买入股票 并持有到XD当天就有资格收到股息 咱们换个角度 从图表上分析 虽然三支银行股的股息依然诱人 但是DBS的图表自上周五 我的绿色丝带突然转变成了红色 意味着长期趋势变成了熊市 那股价又在红色丝带之下 隐隐让人担忧 这是整个图表中看着不完美的地方 如果近期不能够突破34的这个点位的话 那下行的风险还是有的 相比之下UOB和OCBC目前的四代 还依然是绿色 尚未变成红色 看着相对更强一些 好了 今天就讲这么多股票 如果您喜欢我的分享 希望您能帮我点赞收藏和转发 这个频道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要开股票账号 并想收到我的第一手的股票提醒 欢迎WhatsApp或者通过YouTube视频下方的链接 填写Google Form 联系我 这个链接在我的TikTok个人主页也能找到 关注韩哥 韩哥新加坡 每日股评用我的技术分析 助力您的投资交易 咱们下期见 拜拜